许晴有很多年没有新的电视剧上演了 最近接了一部新戏老中医 戏份已经杀青了 在戏里的造型也随着曝光 讲述民国时期发生在上海的中医世家的故事 所以在这部戏里面 许晴是一直穿旗袍的 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个侧身照 身材仍然如少女一般的比例极好 主要有致 红色穿戴身上也很衬托白皙的皮肤 看完红色衣服 再看一张绿色的衣服吧 有一种浓妆戴膜总相宜的感觉 十腰颜色的衣服都很美 许晴的气质很适合旗袍装扮 温婉大气 之前她在电影《建国大业》里面饰演宋庆龄 很好的把这个小色塑造出来了 在西里还有少女时期的造型 虽然出生于1969年的许晴已经48岁 可是仍然很有少女感 比很多七十后女演员扮演少女还要像样一些 虚晴最美的还是她的笑容 深深的酒窝很迷人 可以说上一辈人很多人的女神就是她 所以冯小刚演电影《老炮儿》的时候 她去做了女一号 原冯导一个跟自己女神合作的梦 之前许晴因为抹芒过台的真人秀而被贴上了公主病的标签 当时很多人都炮轰她 说她一把年纪还长不大 可是后来节目有的花絮流出来 发现许晴真实连贯的反应并不是节目剪辑的那样 但是许晴并没有像最近演员的诞生一样撕得很难看 她是一个又涵养的艺人 多少现在的年轻女艺人都比不上她穿旗袍好看 很少有那种气质了 很多都是一股风尘味 虚晴应该算是娱乐圈穿旗袍最好看的女演员了之一了 其他的比如张曼玉、刘亦菲 陈树这几位穿旗袍也是很好看的 旗袍是我们中国自己特色的服装 高贵典雅又美丽大方 希望看到更多的人喜爱旗袍